8月11号上午 成都大运会大运村送走最后一批客人 随着巴西、土豪曼斯坦等代表团的81名代表团成员离开 大运村圆满完成了世界青年的成都家园这一历史史密 正式比村 在踏上离别的大巴之前 代表团成员难言不舍 纷纷和志愿者、工作人员握手相拥 也有代表团成员向记者展示带给亲友的大熊猫玩偶 临行前 他们透过车窗向大家挥手告别 点赞比心 土库曼斯坦代表团运动员阿尔斯兰告诉记者 成都给他带来了很多惊喜 他会把他的经历分享给家人朋友 告诉他们成都有多美 据悉 大运村于7月22号开春 8月11号皮村 连续20天 每日24小时运行 是大运会赛事运行时间最长 服务客群数量最多 涉及业务领域最广的非竞赛场馆 大运村运行以来 累计入住代表团113个 共计7413人 参与成都大运会代表团 底里服务工作的志愿者三鱼表示 能参与成都大运会的志愿者工作感觉很荣幸 也收获了很多友谊 同时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不断激励自己 有一点不舍但有一点兴奋不舍是因为毕竟有20来天的周期在大运村里面 然后有一点激动就是我们的底里工作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 我觉得只要来了成都的我们都是好朋友 这些徽章就是在正常的工作中 大家会交换这个徽章表达对大家工作的肯定和对大运会的喜爱 据了解成都大运会大运村避村以后 成都大学将立即进行村转校工作 预计9月底大运村可通过预约的方式向市民开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